因不能生育,我曾不止一次劝慰夫君那妾,夜谨言气恼,此生为你一人,为夫绝不耐妾,子嗣于你,相比皆是次药。 她的确说到做到,让她表妹做外事不说,都怀孕了,还是不肯纳入府里。 倒是她表妹不安分,看上我的正式之位,捧着肚子耀武扬威。 看着她肚子,我笑着说,我早就找大师替我家夫君算过命,她呀,是段子绝孙的命。 夜府的老夫人病重,请了各方名医无力回天,眼瞅着就这几天的事儿,病情竟忽然好转。 身子还未痊愈,便急着去逛街。 听到下人的禀报,我连忙追出去,直到在街口的首饰店,见婆母拉着一位小姑娘,小姑娘手上带着她祖传的玉琢。 他们精心挑选长命锁和白子千孙图。 婆母走出店门,看到街角的我,颇为意外,拉着小姑娘的手心为介绍, 这是我娘家表妹的女儿,这次来京城探亲,没想到竟在这儿碰到。 小姑娘伸着脖子,好奇地打量我,眼底擒着笑意,像是打量马戏团里新展出的动物。 见我盯着她眼眸,她忠实反应过来,像受惊的小鹿低头道,见过姐姐。 小姑娘轻轻抚上并不突出的小腹。 露出手腕上带着的翠绿物件,叶家祖传的玉琢。 姐姐见谅,都说怀孕的妇人反应差,没想到在姐姐面前施了礼,小姑娘小心赔礼。 姐姐如此聪慧,想来怀孕时定不像我这般蠢笨。 京城哪个茶馆九四说书先生没讲过这一出,将军府嫡女未出嫁时失足落水, 掉入结冰的池塘,从此便没了子嗣缘分。 让我活跃在说书先生口中的原因,并不是区区的世家小姐的落水之事, 而是落水后,对我一见倾心的叶大人跪在大殿前向我父亲求取, 无论我身子能否恢复,此生非我不取。 我笑着直视小姑娘清澈的眸子,我不曾生养。 那真是可惜了,为人母虽辛苦,但这日子也有了盼头。 我恰好认识一道长,姐姐,可需我引荐。 小姑娘惋惜,眼底流露地关心,好似自己清洁。 开始那几年,我曾终日愤懑,不甘这种事为何偏发生在我身上。 后来看到别家主母的忍辱,加上叶锦炎明目张胆的爱意,也慢慢释怀。 没想到今日竟被一小姑娘揶鱼。 我找大师算过了,这叶家呀,是段子绝孙的命。 我没有看他,细血地望着婆婆,婆婆脸色阴沉, 见我摸着手上的镯子,心虚地没敢看我。 叶锦炎归家时,我正在院中摆弄花草。 她提着一包浮原斋的玉泥酥,笑得温和, 看她和平日一般宠溺的笑容, 竟觉得和她手里的糕点一样甜腻。 老爷,夫人近来脾胃不适, 吃不了甜腻的糕点, 丫鬟小翠服了,扶身子禀告。 闻言,叶锦炎愣了一瞬,忽而惶恐, 是为福大义,我马上叫人去请大夫。 不必,不过是季节更换,胃口不适。 看她担忧的样子,我心里一软,想到了当年。 叶锦炎将我从水中救起,冰水刺骨的痛, 太医为我诊治,伤了身子,再难有孕。 浑身冰茶子的叶锦炎,眼巴巴等在店外, 在知道我伤了身子后,跪在我父亲面前发誓, 非我不娶。 一向对她不喜的父亲也动容了。 叶锦炎曾在府门前跪了两日, 父亲将我关在房内劝道, 读书人心颜子多,多是虚伪之辈, 看似深情,实则为了自己虚名。 此事之后,世人皆赞叶大人痴情。 后得天子赐婚,一身白衣的叶锦炎, 特封为少师,又得白鹿书院以重。 婚后,他对我依然如初,体贴入微。 我安排过通房侍妾,叶锦炎难得生气, 我曾发誓,只你一人, 你是不相信为夫, 认为我同那土狗被一般薄情寡义。 试问,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夫君 同别的女人耳鬓撕磨, 替别人养孩子,我感动不已。 后来便在叶家族中寻觅和演员的孩子, 想着过继到我名下, 不至于让叶锦炎百年后无人供访。 叶锦炎拉着我手指着湖中的鸳鸯, 今生只愿同夫人相伴相守, 双宿双飞。 我看着他侧脸, 心想遇见他, 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 昔日的规格密友, 在为夫君的妾室咬牙切齿时, 我在楼中听取。 御使侍郎的夫人发现夫君仰外事, 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咬着牙还得将外事皆回府小心伺候, 眼泪沁湿了一张帕子。 我才知道, 我过的是快活神仙日子, 经中流传叶锦炎爱妻之名, 说书先生在茶馆不厌其烦地说叶先生的痴情, 结婚数载, 不曾内窃, 甚至为了不让夫人伤心, 也不曾在族中过继一个孩子。 我叹了口气, 算了, 相比其他夫人, 我已经快活过了这么多年, 只是曾经的誓言, 到底如流水逝去。 我会着人选个好日子, 该为老爷选个侍妾了, 我伸手拔掉花开, 病递的花, 前些天念叨好兆头, 如今却觉得如此碍眼。 夫人, 你这又是何故, 为福不是那复心之人, 叶锦炎语气颇为动怒。 我看着他, 想从这张被岁月幽带的脸上找出痕迹, 可惜没有。 忽然注意到他袖口沾染的红色, 想起分开时, 那小姑娘兴致勃勃道, 我夫君说, 晚上回家, 要亲手为我描眉画花店, 就算怀孕, 也要我同别人一般美。 原来回来这么晚是去给他的小姑娘描妆去了。 整日饱读圣贤书的叶大人, 居然还会做女子的活。 我忽然觉得好笑, 看着叶锦炎眼睛, 这花啊, 最是真实, 表里相符, 不诚实, 可是害人害己。 叶锦炎盯着我眼睛愣了一瞬, 随即怒气冲冲拂袖而去。 看着他背影, 当年, 那般汹涌的爱意, 我也曾拥有过。 叶大人也曾年少, 所有情绪坦荡荡摆在脸上。 春风轻浮, 桃花纷飞, 湛蓝的天空上, 缤纷的纸鸢摇曳。 京城人人都在仰头议论, 规格少女被这幅景色, 美得忍不住作画。 好事打下纸鸢, 上面端端正正写着, 怨莫, 岁岁无忧, 日日欣喜。 那是我十六岁生辰, 漫天飞舞的纸鸢, 是那个少年一个个亲手砸的。 只是这份情意, 她给了另秃一个女子, 到底是新人圣旧人。 人生过半, 年少情意珍重却易事, 归中好友, 也有嫁给自己少年郎的, 到头来免不了鸡铃狗碎。 我以为自己会不同, 她是说书先生口中痴情男儿, 我是人人羡慕的少妇夫人。 晚上, 我借身体不是早早歇下, 小翠将叶锦妍挡在外面。 半夜听到房门被推开, 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传来, 叶锦妍满头大汗, 大步跨到床檐。 凡请李太医为内人诊治, 从晚间开始, 夫人便胃口不好。 她身后跟着一位身穿太医服的老者, 我一时分不清状况, 深更半夜, 她竟把职守的太医请来。 太医仔细诊断后, 断定是普通的风寒脾胃不适, 开了一张药方。 叶大人宠爱夫人之名, 京城闻名, 今日一见, 果真对夫人是极上心的。 老夫佩服叶大人痴心, 太医临走时, 对叶锦妍拱手欣赏道。 叶锦妍文言面露千杯, 俯身拱手回礼。 我靠在枕上, 隔着帘子看着叶锦妍, 觉得这张脸好陌生。 第二日, 叶大人叶请太医为夫人看病的消息, 就在京中茶楼传开。 叶锦妍去宫中请罪, 叶请太医, 惊扰皇城。 皇上不乏反赏, 叶大人全权爱妻之心, 令人动容。 叶锦妍是闺中少女则续参照, 我是京中妇人的艳线对象, 茶馆里的先生说得唾叶横飞, 不知这叶夫人有何长处, 得叶大人如此宠爱, 大抵是命好。 听说叶大人每天雷打不动 去给夫人买扶元斋的糕点。 虚余, 脑中闪过父亲当年说的话, 读书人最是虚伪, 善于伪装成, 是人想要看到的模样。 台下小姑娘咬牙切齿, 生生将帕子搅烂, 服侍的丫鬟婆子小心哄着。 见小姑娘走出茶楼上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 我跟着她来到永青街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 宅子翻新过, 里面家丁仆从一英俱全。 小翠不明所以我为何站在巷口, 直到日落黄昏, 见到叶锦炎从院子里出来, 小姑娘为她扶了扶冠帽, 她才侧身上马频频回头。 小翠捂着嘴不敢置信, 谁又会信呢? 京城最痴情的叶大人竟在城中替静的宅子养了外事。 马车回府路上, 外面传来急迫的乐马声, 叶锦炎手里提着石盒上了马车。 下课后, 我便去了桂月楼买了开胃爽口的小菜, 想着夫人最近胃口不好吃这个醉是合适, 叶锦炎温和笑道, 夫人这是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府。 我看了眼石盒, 似笑非笑, 直视她眼眸, 下午去了永青街。 叶锦炎眼底慌乱一闪而过, 很快演过。 夫人去哪儿干嘛, 叶锦炎语气如常, 以前常去的一家铺子搬去了那边, 说来有趣。 永青街不知何时多了一座大院, 看起来豪华阔绰。 没听人说过有什么世家搬来, 不会是哪家官人养的外事吧? 我激笑。 叶锦炎怀疑地看着我眼睛, 我笑着移开了视线。 回府后, 我叫小翠去了城门口的糖水铺子, 在宵禁前把铺子里的宋娘子请了回来。 宋娘子是兄长离京前为我安排的人手, 伸手不凡, 对于打探消息最是擅长。 宋娘子进入店内便猝紧眉头, 在室内查看一番后, 将目标锁定在婆婆给的安神香上。 我心中一沉, 叶锦炎对子嗣无所谓, 不代表老太太不着急, 这些年总是烧香拜佛, 寻访灵丹妙药送到我房中, 像安神香这样的物件, 数不胜数。 我问宋娘子这香有何不妥, 宋娘子沉吟道, 单是香道是无害, 就是香味混合兰花的味道, 仗久以往, 可致人器官衰竭, 历劫而亡。 我身形恍惚跌坐在地, 小翠忙扶起我, 真真可笑, 自知不能生育, 我曾自寝下堂, 叶锦炎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进宫请我姑母黄贵妃劝我。 我并非不能容忍, 曾劝告叶锦炎那妾, 是她要做那表面痴情之人。 现今为了让那小姑娘进门, 竟要我死。 要是我死了, 叶大人不知如何伤怀痴情。 再在他母亲的逼迫下, 娶了续贤, 生下孩子, 一家人圆满和睦。 像安神香搭兰花这样的计谋, 老太太断然想不出, 定是那小姑娘和叶锦炎 想出这绝妙的主意。 我命送娘子 替我查那姑娘的底细。 第二日, 小姑娘的生辰八字 全都打听清楚了。 小姑娘父母 是叶府老宅的家生子, 祖上世代为叶家奴仆。 在叶锦炎父亲一带 已经家道中落, 小姑娘父母 是庄子里的店户。 许是小姑娘聪慧, 入了叶老夫人的眼, 时常往老太太身边 传递庄子上的消息。 一来二去, 就和叶锦炎勾搭上了。 叶锦炎在永清街 为小姑娘买了庄子, 和白鹿书院 看似在不同的两条街上, 实际上锦炎强之隔, 白天午休时 时常翻墙优惠。 这小姑娘全家奴级, 这庄子 还是通过叶锦炎好友 在陈侍郎名下。 许是这明目张胆的爱意 给了小姑娘底气, 仗着怀孕给老太太 出了这么个 害死我的主意。 她未必不曾提过 想入府作妾, 只是叶锦炎定是不会答应, 为她毁了痴情名声, 这名声可给她 带来不少好处。 首先是京中学子 皆以她为榜样, 我兄长的支持, 皇上的赞赏, 让她一个 没家式的白衣 在白鹿书院 站稳脚跟。 五间用膳食。 我叫厨房准备好老太太 爱吃的汤, 去了她的明月堂。 老太太正念着佛珠, 嘴里念念有词, 看我身后小翠拿着的兰花 皱了皱眉。 母亲, 您上次送给我的 安神香效果甚好, 特来感谢母亲, 我笑得一如既往的温和, 刚好我院里的兰花 今年开得好, 顺道送给母亲观赏。 我一挥手, 小翠盲将兰花 奉在桌上, 又搬出香炉 将安神香点上。 老太太疑惑, 这时, 安神香凝神静气, 想来对母亲身子 也多有弊意。 闻言, 老太太神色不自然, 我紧盯着她眼睛, 母亲, 这香啊, 可不能乱点, 有的香可以令人神智清明, 有的香可让身体患疾, 您整日里在家里佛, 可别轻易听信了 那害人的方法。 婆母神色大变, 慌乱中扯断佛珠掉了一地。 带着丫鬟走出院子时, 想起第一次见婆母, 她也曾像母亲一般 拉住我的手, 说自己当真好福气, 平白得了这么一个女儿, 只是时过境迁, 人心一变。 深情的叶大人, 午休时也不忘去看她的小姑娘。 小姑娘娇滴滴圈住叶锦炎的腰, 撒娇道, 你别来了, 就怕你没力气应付家里的那位。 我前几日见了世家的大小剑, 清高是我们这种女子比不得的。 你与她自然不同, 叶锦炎抱着小姑娘耐心地哄。 叶锦炎香囊上的剑碎, 是我父亲战死沙场后, 我从父亲配件上取下, 意在保佑她平安顺遂。 她口口声声说放在书院的剑碎, 此刻被小姑娘取下, 挂在狗牌上。 你怎能如此淘气? 叶大人轻轻刮小姑娘鼻头, 怪她娇满。 叶锦炎视线晃过, 看到院子中陌生的妇人, 有一瞬间惊讶。 是城门买糖水的, 我尝着喜欢, 就顾到府上了, 小姑娘坐在叶锦炎膝上, 手指绕着她发烧。 叶锦炎收回视线, 宠溺地看着怀中的温香软玉。 傍晚, 宋娘子将叶锦炎给的五十两风口肺 摆在我茶几上。 他们日子过得太松快, 是该给清风济月的叶大人找点麻烦了。 原来, 我斩断她栖息送我的玫瑰, 我万分珍重之物, 在她眼中是可以随意丢弃的。 我拉着叶锦炎去永青街置办不匹, 路过那座院子时, 好不热闹。 平日里冷清的街道围满了人, 陈侍郎的夫人带着婆子小丝 将小姑娘围在中间, 两个婆子一边一个巴掌呼过去, 小姑娘白嫩的脸很快肿了。 周围的乌颜晦鱼, 扁得小姑娘无地自容。 我心说是新搬来的大户人家。 没想到住着一个爬床的祸, 真是人不可貌相, 小姑娘看起来规规矩矩的, 骨子里也不是好东西。 这侍郎夫人可不是个好脾气, 听说陈侍郎院子里连个通房都没有, 养在外面的外室怕不得被活活打死。 小姑娘被打在地上还死死护着肚子, 叶锦言握着拳头, 浑身发抖。 我冷眼看着, 眼看小姑娘替泪横流, 委屈得不像话。 事实拉着叶锦言, 这不是母亲婊侄女。 这, 要不去帮帮她。 说着, 我上前一步, 手臂却被紧紧拽住, 叶锦言拉着我看向小姑娘, 眼中闪过心疼, 但还是决绝地摇头。 还以为有多深的感情, 结果还比不过叶大人的名声。 我们两袖清风的叶大人呢, 最爱的人只有自己, 她最在乎的是她的名声。 她拉不下脸面违背当年的誓言, 放弃得到的好处, 便将姑娘养在外面, 名声和子嗣都想要。 小姑娘满怀稀迹地看向叶锦言, 咬着唇角, 眼中禽泪, 我见有脸。 等陈侍郎赶到时, 小姑娘被打得衣衫不整, 发丝凌乱。 陈侍郎在周围指着点点钟脸上, 青一片白一片, 陈夫人指着陈侍郎责骂。 陈侍郎在陈夫人耳边说了什么, 晦涩地看向我和叶锦言和方向。 最后, 陈夫人愤愤不平地招呼人离开。 叶锦言在中途借过下车, 快马接了信得过的大夫, 折回院子去看小姑娘。 说是受了惊吓, 小姑娘在叶锦言怀中抽抽大大哭了好久。 等叶大人哄好小姑娘回府时, 我才在饭桌上向婆母娓娓道来, 这出好戏。 看不出来这陈侍郎竟喜欢这种货色, 好好的姑娘家去做人外事。 看着清秀, 没想到这般不知廉耻, 当真为她家人蒙羞。 母亲, 您今天是没看到, 小姑娘被几个婆子跪压在地上, 那几个婆子五大三粗几巴掌, 就把她打成猪头, 白嫩的脸蛋多半是毁了, 嘖嘖。 对了, 您以后别和这侄女来往了, 到时候惹一身心。 她哪是来探亲, 分明是来当见不得人的外事。 婆母又惊又怒, 手一抖碗筷掉地上, 你们就这样看着她被欺辱。 她还怀着孩子。 母亲, 我是想帮忙来着, 可夫君, 您也要为夫君着想不适, 要是被人知道 她是您娘家人, 别人怎么看我们家, 怎么看您。 叶瑾妍低着头, 眼神晦暗不明。 饭还没吃完, 叶瑾妍就被婆母叫进明月堂。 母子俩一如既往地仔细筹, 想着怎么既能保住叶瑾妍名声, 又能护住小姑娘肚子里的孩子。 没想到竞出了这档子时, 要不是她肚子不争气, 用得着我儿这般辛苦隐瞒。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该娶她。 想着以救命之恩, 老将军再不识好歹, 他女儿不嫁也得嫁。 哪想着世家女如此没用, 不过在水里抛了一会儿, 竟然再不能有孕。 辛苦在石块上动手脚, 没有大孙子要富贵有何用。 在廊下听墙脚的我, 听到老太太这话, 瞬间愣在原地。 那年冬日红梅初开, 公主府举办赏梅宴, 邀中清贵和新科学子。 叶锦炎邀我在池边最大的那棵树下相见, 我到时不见她身影。 带着小女儿的心思在岸边夺步徘徊, 不想脚下砖石松动, 掉入薄冰的池里, 至此便没了子嗣缘分。 我一直以为是意外, 原来自始至终都是母子俩的算计。 她给你找事窃你, 为何不收下? 无所出已经犯了三处, 换别家早把她修了, 那还容得下她做当家主母。 母亲, 您别急, 她安排侍妾是想试探儿子。 要是收下, 她兄长第二日便砸咱们府邸。 她敢, 好在她废物兄长被贬去了苍州。 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好顾忌的, 尽快动手。 把我大孙子接回来, 在我眼皮底下才放心。 浑身彻骨的寒冷, 从心口蔓延到四肢百骸, 一如当年掉入冰窟, 溺水无助的窒息感涌来。 心痛和屈辱的裹挟令我险些倒下, 小翠扶着我, 愤恨道, 小姐可要和离, 大公子定会护住小姐, 不让您被这没心肝的母子欺负了。 和离让他母子俩如愿把小姑娘迎进府门, 叶锦炎既要又要, 那就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都还回来。 原以为是时过境迁, 纵使当初情义不在, 也不至于到生死仇人的地步, 可没想从开始便是他们排的一出戏, 我是个与他没用便要去死的配角, 死都要衬托他的身情。 那就把这出戏演下去, 看他高楼起, 宴宾客, 黄粮美梦一场空。 喜乐悄悄打打, 京城达官显贵成亲, 自然是热闹。 叶锦炎上风独子大婚, 我和叶锦炎也在受邀名单中。 叶大人爱妻的名声京城闻名, 新郎与新娘两小无猜, 便请他作证婚人。 向妻子表达婚后会如叶大人 一般对妻子疼爱有加。 在周围世家子弟对新郎官启哄声中, 叶大人一本正经至词最后道, 愿为双飞红, 百岁不相离。 说完, 目光深情凝望我, 众人唏嘘, 好一个痴情男子。 我也不得不再一声叶大人好演技。 若是真的珍重, 有必要时时挂在嘴边吗? 看着更像是做给旁人看, 身后响起一道妇人的声音。 是啊, 若是真心又何须日日挂在嘴边, 生怕旁人不知。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不合时宜的哭闹。 主家脸上不悦, 换来小厮问询。 小厮欲言又止, 怪异地看向叶锦妍, 门外来了位女子, 带着几个奴仆, 声称是叶大人妻子。 众人愕然, 叶锦妍文言脸色一变, 随即怒道, 哪家夫人竟如此不知检点? 小的也当那位夫人脑子不好, 可她拿出书院腰牌, 还说大人再不出去, 她同肚子里的孩子就要被臣夫人打死, 小思小心道。 叶锦妍文言, 匆匆跨出两步, 又骤然顿住。 周围议论声响起, 看向叶锦妍和我的目光有探究, 有看戏, 有嘲讽, 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家主面上挂不住, 大喜的日子闹出这样的事, 主角之一还是刚正婚完的叶大人。 定是误会, 叶大人岂容她随意污蔑, 将那妇人带进来。 许是叶锦妍平日戏演得太好, 所有人都相信她。 只是此时的叶大人并不好过, 脸色苍白, 额头隐隐有汗珠渗出, 显然是心虚至极。 小姑娘眼睛红肿, 哭哭啼啼还未进屋, 便朝着叶锦妍奔来。 相公, 臣夫人要杀了我们的孩子, 叶锦妍将在原地。 若她承认这女子的身份, 那这么多年苦心演绎的人设 便会崩塌。 若不承认, 将她赶出去, 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 叶锦妍的脸色变幻莫测。 气氛顿时将住, 这小姑娘还真会跑, 这地方可比叶府远, 不去找老太太庇佑, 也不跑去找官差, 偏偏绕路来寻叶锦妍。 她太想要一个身份了, 此时有不少目光向我投来, 我本乐得看戏, 可她想当众向我施压, 让我抬她进门, 就太一响天开了。 我抢在她继续说话前开口, 表妹, 你真是糊涂, 臣夫人不过想接你过门, 说什么喊打喊杀的。 叶锦妍听到这话, 脸上一松, 忙将小姑娘扶起。 小姑娘泪水连连, 还欲开口, 叶锦妍扶她的手臂 暗暗加重了几分力道。 第二天, 永青街大宅住着的外室, 石叶大人的表妹这事就传开去。 陈侍郎和叶锦妍在书房谈了半天, 陈侍郎最后皱眉挥秀离开。 老太太在院子里哭闹, 不吃不喝。 不多时, 叶锦妍就到了我院子, 她手里提着玉泥酥, 犹豫开口。 夫人, 母亲因为妹妹的事患了心急, 要不把妹妹接过来陪母亲一段时日。 叶锦妍已经顾不上什么脸面, 恬不知耻地将外室以表妹的身份接进府。 不仅方便他们优惠, 我还得好生伺候, 真当我是傻子。 夫君, 表妹既是陈侍郎的人, 自然该去侍郎府。 老太太放心不下, 就写拜帖去看, 我一边给花茧枝鸭, 漫不经心道。 叶锦妍本就恼火, 听到这话也装不下去, 你一向善解人意, 现在怎么如此不通人情。 夫君, 就你表妹这种行径, 换个大户人家, 都直接拖出去打死, 换个家风严谨。 就你们还巴巴上赶着, 是还嫌不够丢人吗? 你不用说这么多, 我叶锦妍不是迂府之人, 为了所谓的规矩, 害了至亲。 为了母亲的病, 我午后便会命人去接。 她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想必不多时, 就会传出叶大人为了母亲的病, 将丢人的表妹接回府, 当真是有孝心。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警告道, 你们不该把人当傻子, 你我两家家风严谨, 集结回府便是自家人, 就由我来正门风。 肚子里的野种也不用留了, 再请两个尼姑 在家中修个尼姑安, 让妹妹清灯古佛相伴一生, 也顺带陪母亲了。 叶锦炎猛地回头, 眼中有惊讶有狠利, 第一次在稳重的叶大人脸上 看到如此表情。 叶锦炎中是没有将小姑娘接回来。 永青街的宅子 加强了防卫里外三层, 围得像铁通般。 叶锦炎休目, 扬言要在家陪我, 我们叶大人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闲情益智, 扮演好夫君。 午膳, 叶锦炎亲自下厨做了鸡汤。 夫人, 近来事物繁忙, 为福惭愧, 都不曾好好陪你。 我盯着鸡汤上漂浮的黄油, 恶心反胃中 这些年的一幕幕 在眼前浮现。 宫宴上, 叶锦炎亲手为我包了 满满一盘虾肉, 周围夫人羡慕不已, 尽管我虾肉过敏, 为了不掉他的面子, 仍将虾肉全都咽下。 花灯节, 为了给我赢最美的花灯, 叶大人在寒风中 站立几个时辰, 终为我拿得头筹。 可在那之前, 我已经告诉过他, 并不喜欢小女儿的玩意儿。 我生辰, 他各周打听寻得上好的翡翠, 花了几个月 亲手打磨成玉琢。 他的爱意大张旗鼓, 每一件都令人称道, 每一件事都不是我所需。 真心爱你的人, 怎会不知道你所需? 我一直以为 这是叶锦炎对我的爱, 一直以为是抗力情深。 他演了十六载的戏, 我当了十六年, 彰显他人品的工具, 读书人多是虚伪之辈, 如今我才切身体会到。 有时候戏眼多了, 自己都信了, 我拿起一块玉泥酥 尝了一口, 太过甜腻。 我早就不爱吃了。 夫人, 你说什么? 他放下盛汤的碗, 抬眸看我。 我说叶大人不适合做先生, 那请夫人指教, 为福当作合适, 叶锦炎含笑凑到我耳边, 调笑道。 做戏子, 最是长袖善舞, 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 我笑盈盈盯着他眼睛。 叶锦炎瞳孔一阵, 随即皱眉直视我, 夫人, 喝出此言。 此时的我和叶锦炎 看起来颇为暧昧, 近来小厮见此低着头禀告, 书院有急事。 叶锦炎喝了口汤, 便匆匆走了。 我知道, 她的小姑娘又身子不适了, 永青街如往常一般冷清下来, 不过也有好事地在门口探头探脑。 带丫鬟仆从进到院子里, 果然好生气派的一座宅子。 梁亭里, 小姑娘坐在叶大人腿上, 勾着脖子没命似的钻进她怀里撒娇。 昨天人家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叶锦炎将亲手包好的虾肉 喂到小姑娘嘴里, 看向她的眼神满脸宠溺, 委屈你了, 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有了。 所有人都当你是我表妹, 没人感动我叶佳人。 叶朗, 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我只想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 看着怀里的渴人, 叶锦炎情意涌动。 正要凑过去, 在耳垂上咬一口, 抬眸便见到 站在园中笑意吟吟的我。 叶锦炎顿时浑身僵硬, 第一反应竟是将怀中的小姑娘推开。 夫君, 讨厌, 你所有都是我的, 可不许将自己喂给家里的老女人。 小姑娘的娇称在 看到我时转变为惊慌, 像受了惊的小猫 缩在叶锦炎身后。 夫人, 你怎么来了? 叶锦炎疑惑地看向周围, 她奇怪从我禁府, 竟没下人通报。 我静止走向两人, 直勾勾看着小姑娘, 当妹妹地坐在兄长怀里不妥当吧。 你说呢? 叶锦炎紧张地看着我。 小姑娘见状, 怯怯地跪在地上, 姐姐, 都是我不对, 不怪相公。 见我不步紧逼, 叶锦炎皱眉怒道, 你这是做什么? 这里是陈侍郎的府邸。 我勾唇轻笑, 连个眼神都没给, 送娘子将叶锦炎挟住胳膊, 反手背在身后。 在叶锦炎争鸣咆哮中, 我一把掐住小姑娘脖子, 昨日, 你不去找老太太, 天要绕路来寻叶大人, 是生怕别人不知你和她关系吗? 小姑娘的惶恐向叶锦炎求救。 叶锦炎愣了一瞬恍悟, 聪明的叶大人当真被迷了眼, 小姑娘这点小心思都没看透。 她为了自己目的, 可以演得比谁都深情, 但若碰了她的逆临, 她也能立马翻脸。 小姑娘愿毒地盯着我, 看叶锦炎神色变幻, 立即捂着肚子柔弱地倒在地上。 我冷眼瞧着, 抚上她小父、妹妹, 好生顾好肚子里孩子, 别到时候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落得一场空。 她浑身一颤, 眼神中竟带了几分哀求。 秦莫, 你想干什么? 啊, 听着叶锦炎的狗叫, 实在是烦心, 示意宋娘子加重手上力道。 我甩开小姑娘的脸, 带着仆从离开这烟砸地。 叶锦炎没料到宋娘子是我的人, 府里的下人早已经被宋娘子收买。 叶锦炎不敢将她装作表妹的外事接回家, 现在是李子面子都没了, 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陈夫人端着茶杯悠悠道。 我和陈夫人在茶馆喝茶, 很少有人知道, 陈夫人父亲曾被险遭奸细杀害, 被我父亲救下。 我家与他家有救命之恩。 京城谁不知叶大人痴情的名声, 他一贯爱惜羽毛, 是不可能将那外事摆到明面上来, 我勾唇浅笑, 除非有人帮他捅到明面上来。 还是你有手段, 只等到那外事生下孩子, 你便白得了个儿子, 到时候怎么处置他还不是你说了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隔壁的夫人匆匆离开, 我和陈夫人举起茶杯, 相视一笑。 不多时, 小翠上楼冲我点头, 我提着事先准备好的食盒, 坐上马车朝白鹿书院时去。 书院里叶锦炎的同僚和学生 纷纷同我打招呼, 我站在廊下望着学堂上的谦谦君子。 读书人, 应表礼如一, 带有人以真, 对妻子以忠, 为家人应孝, 视为言行一致。 叶大人还是那个叶大人, 一袭白衣, 一手握书, 一手背在身后, 台下的学生皆仰视风姿绰约的老师。 不得不承认, 叶锦炎生了一副好皮像, 俊美的模样, 配上此时儒雅随和的举止, 使人都会被其气质迷倒。 妇人的闯入打破了学堂上的氛围。 老妇人含泪指着叶大人, 叶大人, 我女儿的命好苦啊, 她还怀着你的孩子, 整日在外提心吊胆。 你不为她着想, 也该为你孩子想想啊。 天天被人追着打骂, 你叫他们母子怎么活? 哪来的乡野村妇, 竟敢污蔑叶先生。 下面有学子怒斥, 那妇人被喝得一颤, 随即定了定神, 要是赌赢了, 便可过富贵日子。 民妇梅胡说, 叶大人将民妇女儿 安置在永青街府中。 我们不求名分, 只求给口饭吃, 能活命就知足了。 可您忍心自己的孩子 叫别人父亲吗? 臣侍郎夫人可不好相遇。 老夫人垂胸顿足地哭诉, 一派胡言, 来人将她打出去。 叶锦言在周围学子一样目光中, 一张脸憋得轻子, 我书得纸节泛白, 身形颤抖。 台下本不信的学生 看她的眼神越来越一样, 纷纷交头接耳。 叶锦言立在台上, 身形摇摇欲坠。 见到廊下的我, 瞬间恍然, 眼神随即变得憎恨。 书院院长出来遣散学子, 勒令若将今日事宣扬出去, 必将重罚, 将叶锦言和老妇人 叫去了书院境事。 我起身拍拍袖子, 想必不到一个时辰, 这群朝廷未来的文官栋梁, 便会把今日之事 传遍大街小巷。 这让我们叶大人如何自处, 我使他恨不得 立马把三尺白绫套脖子上, 吩咐小翠亲手将院子里的花 一株株移除。 这叶府, 是一天也不想待下去。 叶锦言气势汹汹闯进来, 指着我怒骂, 秦莫, 没想你如此歹毒, 我叶家待你不薄, 你平和这般。 叶大人说说, 怎么待我不薄? 我叶家不过想要子嗣为继, 别家主母要是无所出。 早就大度地将人皆回府, 唯有你, 用尽心机毁自己夫君名声。 心中的愤恨再也抑制不住, 冷声质问, 叶锦言, 我劝过你那切, 是你自己要做良上君子, 两面三刀, 令人作呕。 我若不是为了维护你在其他夫人面前的面子, 会这般忍辱负重。 这个时候, 他还不停地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咬牙切齿道, 不然叶大人说说, 当初是怎么设计我落水, 又是怎么让老夫人给我送安神香。 叶锦言望着我张嘴发不出声音, 当即从秀中拿出一封修七书扔到石桌上。 我痴笑一声, 捡起来丝的粉碎, 甩向叶锦言面门。 他现在里子面子丢得干干净净, 不用再演好丈夫。 见我兄长被贬, 没了利用价值, 便将我踢开, 给他的小姑娘腾位置。 退去浮华的真相, 才令人觉得可怖。 叶锦言恼羞成怒, 我已派人去府衙, 负责此事的先生马上就来, 你这般撒泼也无用。 我置若罔闻, 让丫鬟继续移除花草。 你还当自己是将军府大小街, 如今你兄长被贬, 指不定哪天就战死, 你又无所出, 将来无依无靠流落街。 啊! 他还没说完, 被宋娘子飞身踢进花丛。 玫瑰的栗刺刺过他脸, 俊秀的脸上倒倒烟红血迹。 嘖嘖, 叶大人这张脸, 怕是毁了。 不过, 你那什么都吃得下的小姑娘, 应是不介意。 宋娘子欲动手毁了他双手双腿, 被我制止, 现在不管怎样, 他好歹是朝廷命官。 秦末, 看你得意到几时, 看他一瘸一拐的背影, 叶大人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如今外面的传言已经是叶大人不伦, 在夫人眼皮子底下和自己表妹苟且, 为了自己的好名声, 竟将怀孕的妹妹丢给陈侍郎, 无耻地闻所未闻。 往日受人敬仰的叶大人, 现在出门都怕被石头砸, 路人鄙夷的眼神似要将他剖光。 不过也有过得不顺心的夫人的咬定我歹毒, 自己无所出还不让夫君耐妾, 要付家绝后。 只要我不点头, 小姑娘别想进府。 至于休妻, 是她一家人妄想惦记我嫁妆。 阳春三月, 湖面上波光淋淋, 我坐在岸边的游船上欣赏湖面美景。 叶锦炎来势汹汹, 原本俊秀的脸上一道道疤痕, 显得分外猙獰, 她居高临下。 苍州之州通敌, 已经在押送回京的路上。 哼, 自称守护天下百姓的将军之子, 竟干出通敌叛国之事, 秦末, 你现在还有什么脸要舞扬威? 要不是你现在是叶佳人, 恐怕株连名单里免不了你的名字。 晦气, 我收回目光看向面露得意的叶锦炎, 所以呢? 念在你我多年情意, 只要将柔儿接回府好生安置, 我可以不休妻。 以后叶府也有你一口饭吃, 那我还得多谢叶大人。 不过叶大人当年算计我落水, 借此让我父亲同意我嫁与你, 却让我伤了身子, 这笔账怎么算呢? 要不是你不知好歹的父亲阻挠, 我何必出此下策?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同我说这些? 唯夫命你现在去接回柔儿。 我将茶水倒在地上, 拿出一封和离书。 叶锦炎, 签了这封和离书, 对你我都好。 叶锦炎咪着眼审视我, 你可知此时与我何离意味着什么, 你兄长被押送回京是要砍头的。 叶大人休妻不就是打我嫁妆的主意吗? 我就是被连累问斩, 将银钱分给街上启儿, 也不会便宜了你们。 我起身拉住叶锦炎领口, 一字一句, 这和离书你若不牵, 你那小姑娘休想进门。 叶锦炎气急败坏, 毒妇, 我定要休了你, 你敢。 屏风后, 太子与我兄长, 还有郡主走出来, 几人面色阴沉地盯着叶锦炎。 兄,兄长, 太子殿下, 你们怎会在这儿, 叶锦炎后退两步, 难以置信。 聪明一事的叶大人, 连押送回京的苍州之州 是谁都没搞清楚。 我兄长明面上被贬去苍州, 实则去调查前任之州通敌之事, 暗中筹谋, 大败敌军。 兄长眼中喷出怒火, 叶锦炎最后是被台下传仓。 查管九四的说书先生又有了新的话本, 据说屡历其功的秦将军 以战功向陛下求得妹妹和离的圣旨, 前途无量的叶大人被贬为庶民, 家财充公, 后世子孙皆不得入朝为官。 叶锦炎搬出府那天, 细雨绵绵, 我撑伞站在雨中, 他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都该还给我。 无论是身份地位, 还是家事钱财。 老夫人还没从突变中回过神, 提着大包小包, 不知所措。 叶锦炎过来满眼歉意, 莫为服错了。 我避开他伸过来的手, 指挥下人将匾额扶正, 叶府变为秦宅, 叶家充公的宅子被我买下。 小姑娘被臣夫人赶了出来, 一家人站在叶府门口, 眼巴巴望着这一幕, 看到如丧家犬般的叶大人, 皆惊惧不已。 等等, 叶锦炎眸中一喜, 回头满怀期待看着我, 莫, 我就知道。 你我到底多年感情, 包裹, 箱子打开看看, 不是你们的东西别装错了, 到时候闹得爆关就不好看了。 叶锦炎面如死灰, 昔日风光无限的叶大人, 搬去了青石巷破巷子, 和小姑娘一家人挤一间屋子。 老夫人搬出府后, 身体就垮了, 苦于无钱治病, 只能瘫在床上, 真以为从前我拿出的奇珍异草, 都比不过她礼佛的功劳。 叶锦炎为了生计, 在街角只起一个小瘫带写书信, 大多是来瘫钱耻笑她。 可当了半生教书先生, 身上没力气, 连码头搬运的活计都做不了。 小姑娘父母刚开始还算客气, 后见叶锦炎真的落魄, 母子二人身上又没有值钱的物件, 态度便一天不如一天。 老夫人躺在床上无人理睬, 叶锦炎回家后, 还要受到小姑娘一家子冷嘲热讽, 训斥她的之前可是她家的奴仆。 这滋味着实不好受, 老夫人听着在床上值屋夜。 几月后, 小姑娘生下一名男婴, 老夫人激动地流下两行热泪。 由于营养不良, 孩子先天不足, 看上去有些迟钝。 多了一个人便多了一张嘴吃饭, 还没出月子的小姑娘 接了替人洗衣的活迹, 每日劳作回家看到不仅丑陋。 还需要自己养活的丈夫便越发嫌弃。 孩子会走路后就满街跑, 和起而抢时, 某天倒在街角, 被好心人抬去医馆, 可发现太晚, 孩子已经不行了。 叶锦炎掰开孩子的手心, 里面小小一块下了老鼠药的吹饼, 不知道是务实, 还是被坏心肠的乞丐下了药。 小姑娘扑向叶锦炎嘶吼, 要不是你没用赚不来赢钱, 孩子怎么会和乞丐抢食? 后来青石像出了个疯疯癫癫的男人, 遇着一个人便问世上 有没有后悔要脉。 我坐在茶楼靠窗的位置, 听说书先生讲完, 望向天上随风起伏止冤, 世上哪有后悔要, 只有旧游自取, 报应不爽。